之前所提到拉玛克提出的用力廢退说来解释演化的机制 和达尔文杰和莱斯提出天哲说来解释演化的机制 他们这两个理论到底有什么差异 我用这个白板来做一下说明 拉玛克认为的用力廢退 他认为全世界的各个生物是来自于不同祖先 讲到这边是三个不同的祖先 这只生物它长的样子就是普通样子假设 这是它的身体 可是它其中有一个子带 为了伸长脖子去吃叶子 就不嫌疑把脖子拉长了 拉长之后这样的特征 既然它的小孩也跟着有 就是后天得到的特征可以遗传给子带 所以这一个姿系 它的小孩又不止越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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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长脖子 就一个物种变成两个物种 那另外一种生物呢 它可能也是有翅膀 假设啦 我说随便话有翅膀 结果呢 它的其中有一群子带 哎呀 那个翅膀越用越厉害越飞越强 它的翅膀呢就越来越大 变得很会飞 而它的另外一群的那个姐妹们飞得比较弱 用尽费退马 你一直在用的这些子带 就是翅膀越来越大 这是这个部分 好那另外呢 有一些生物可能有 一开始有 是这个样子 尾巴是这样子 结果呢 它的脚一直使用使用 它就发现 当我的脚脚变成轮子的时候 会跑得比较快 对不对 它脚变成轮状 那越使用 它的脚就越接近圆形 但是我们知道 在演化上 其实我们没有出现轮子这个现象的 因为轮子其实不好 在世界上来讲 因为你的手跟脚 可以让你攀爬岩石 度过恶劣的地形 车子能够走什么 马路哦 拿一千 拿有马路 马路是现在才尤达 好这是 拉马克用尽费对的观点 所以他认为 现在的生物有六种 是不同的祖先来 然后有些祖先的 只在有些 一直使用它的某些器官 这个凯生的新特征 就演化成现在的物种 可是在天泽说来讲 他们不认为这样子 我把这些物种 再画出来 他们的观点是 这些物种都是现身物种 长脖子 然后小翅膀 大翅膀 就画一下 然后脚脚 尾巴跟轮子的 那达尔文的想法是呢 这些物种 全部来自于共同祖先 然后在过程中 可能有分支 比如说像这样分支 那是不是这样分支 这两个可能更晚才分加 像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 那那为什么是这些 那其他有没有其他 它也这样换个颜色 其实除了你上面上看到这六种生物 事实上在历史的眼镜中 出现了很多其他生物 这有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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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些物种 我怎么现在都没看到了 它在历史的洪流中 绝种了 死掉了 所以现在看到了这么多 这六种生物 事实上在历史中 可能是一百多种 但是一百多减到这六 剩下的都被灭绝掉了 所以你看到的是留下来的 那前提是 我必须要发生很多变异 很多变异 很多变异 所以他们两个学会最大的差别在于 达尔文认为 一切的演化 其因 它的动力都是变异 我有很多不同的变异 然后环境来筛选 可是那个拉马克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他不再有变异 他就觉得 我一直使用就越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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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别人不一样 我就跟你不一样 跟家人 所以他们的最大差别 一个是有共同主线 一个没有 一个是有变异跟筛选 一个是 我认为这个 没有所谓的变异 是你用尽而废退 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 生物都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 这就是两大理论的一个 相同或相义之处 好我们就整理到这里